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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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三歌的时候是两年前就开始练了 但是没有掉东西来 现在多数同学应该是90%的都不会说我们本地话的 只有一个同学愿意跟着我来学 只要他喜欢上了 他学得很用心的 就是太珍贵了 我觉得三歌好听 我喜欢唱三歌 越来越好玩又越来越快乐 我想把它传承下去学好它 嗨 嗨 满身边依然开着童年的花 我觉得孩子们永远是可爱的 但今天是互联网时代 我会发现他们并非被隔绝 或者是很多时候走在我的前面 在网上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他们都知道 其实比我懂得多得多 所以在这样的一环境下 没有人是落后的 尤其是孩子们 孩子们是最有求之欲的 虽然这样一首歌 看似改变 其实他从帮仪来讲 他比创作一个完全新的作品更难 这首歌你们应该是听过很多遍了 是吗 是 都会唱吧 会 一会儿我们去唱一遍好不好 好 你们就会说银子是吗 其实真正的家乡 就是一个人无法运开始跟你讲 比方说我是哈尔滨人 我算在北京生活的时间 比在哈尔滨还要长很多 但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喜欢的食物 包括空气的味道 很多都是很亲切 无法割舍也无法忘记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样一年纪里面 享受你们童年 其实长大以后 很多看似今天看来很遥远 很让人梦想东西 并没有那么遥远 甚至是垂手可及 我想当老师 学员 护士 我要当他总兵 我想当一个设计师 不当一个医生 真心乡村文化 包括自己 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让更多的乡村的这些孩子们 受到同等的教育 在改善经济的同时 让这些孩子们更好的成长 乡村孕育着大量的文化 孕育着大量的财富 孕育着极大的可能性 而且这乡村建设 也关系到民生 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一个 真正的基础教育 当然我们希望在开展 各种用现代化的教育 来培养孩子的同时 也希望他们保有本民族的特色 本民族的文化传承 家乡不是为了离开的 而是回来建设的 江水弯弯流长 这是我的家 经许さ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